趁着俄乌冲突的间隙 美国加速了与中亚地区建立联系的步调 这不仅是在撬俄罗斯墙脚 对我们来说也是值得警惕的信号 美国在我们周边埋下的暗雷 一个也不能留 大家好 我是郭英慕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日前有消息传出 中亚五国元首已经收到了中方的邀请函 在本月18日至19日 他们将会参与一场由中方主持的中国中亚峰会 而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以及乌兹别克斯坦这四国总统 则是会在16日的时候提前启程来到中国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值得注意的是上个月底 中亚五国的外长或副外长已经率先来了中国一趟 并且参与了由秦刚外长主持的中国中亚外长会议 为接下来的中国中亚峰会奠定了基础 短短一个月内连续两场中国中亚之间双方高层的峰会 这也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和中亚之间这一大框架内的良好互动和发展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一下 近段时间以来中亚地区也成为了美国眼里的香伯伯 在秦刚外长与中亚五国外长或副外长举行这场外长峰会前 布林肯的专机就已经先降落在了这块地区 不仅在阿兹塔纳会见了中亚各国外长 还参与了自己C5加1外交平台 在2015年创立以来首次部长级接触 这就从侧面反映出了 自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国趁着俄罗斯以无力顾及中东地区事务的进行 加速了与中东地区建立更深层次外交联系的步伐 也充分彰显了美国日益重视与中亚地区的合作 并且在转变对这块地区的外交政策 让我们再结合布林肯访问中亚地区所谈到的内容来看 布林肯不断强调美国将会支持中亚地区的主权 领土完整和独立 一个独立繁荣和安全的中亚 是C5加1的共同目标 这是什么意思呢 美国的这些话很显然就是在冲着挑拨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而来 毕竟当前的欧冲突也是中亚地区最关切的事情之一 而按照美国在各个地区的惯例做法 他们想要拉拢某块地区 或者是干涉某块地区事务时 就会率先提到有关安全的议题 再将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引子 然后抛出美国会捍卫这块地区的安全 立下保卫这块地区的承诺云云 接着开始将美军势力引入他们想要干涉的地区 从而光明正大的插手别国事务 例如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菲律宾做出的承诺 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因此布林肯来到中亚地区老调重谈 对这块地区许下所谓的安全诺言 也很有可能是想将美军势力再次引入中亚地区 或者是挑拨中亚与俄罗斯的关系 从而达到一个干涉中亚地区事务的目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此举不仅是在撬俄罗斯强调 也是在给中国埋下暗雷 毕竟中亚地区对我们来说也十分重要 在五个中亚国家里就有三个中亚国家与我们接壤 并且中亚地区还是我们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的沿线国家 因此美国想要拉拢中亚地区的举动不仅是奔着俄罗斯而来 同样也是来针对中国的 对此我们也很有必要在美国对中亚地区进行小动作后 将美国埋下的暗雷一一清除 前阵子在由印度主办的上河外长会议上 由于上河组织里有着四个中亚国家 对此秦高外长在上河外长会中也告诫了各个成员国 上河组织内部成员国应当相互支持和维护彼此主权 并且要反对外部势力策动的颜色革命 为什么秦高外长选择在上河会议中说出这样一番话呢 这也是在提醒中亚国家 即便美国给这块地区抛出了所谓的安全承诺 但这块地区的国家也不要忘记了 自己同样也是上河组织中的一员 上河组织完全有能力 且比美国更加有义务的帮助这些国家 维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 因此这些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将捍卫国家安全的希望 放在美国身上 而且如果这些国家真的将捍卫国家安全的希望 放在美国身上的话 那么当美国得到一定的机会干涉这些国家事务时 颜色革命很有可能也会随之而来 毕竟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是惯犯 在中亚地区爆发的几场颜色革命里 没有一场深厚没有美国的影子 因此这些中亚国家在跟美国打交道时 还是要小心为妙 秦刚外长的话说的明明白白 美国埋下的暗雷 我们一个也不能留 相信在经过这两场中国中亚高层之间的峰会后 中亚国家也会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 什么才是对这块地区最有利的决定 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